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港股表現不錯 承接著美股的聲勢 港股拒絕回調 今早一開,再衝上去 上過22,400點 結果升幅收窄了少許 但也很容易投 上升了132.88 收市的價是22.298 在情人節、元宵佳節 給大家一個很容易投的價格 22.298 但是不是真的這麼好景呢? 小弟的看法是 今天講的題目是甚麼呢? 不進則退 其實恆新指數反彈了這麼多日後 來到這些位置 再衝上去的空間 即是不吐氣,即是想的空間 其實是很小的 估計現時來看 如果再想不到 可能會有一個 又要先調下去 打底 至少都打底 甚至乎會否再轉弱趨勢出現 為何這麼說呢? 大家看看恆新指數圖 其實恆新指數這兩天 你見到都是陰燭 而且都是少陰燭 即是高開低走的情況比較明顯 今天的成交縮度只有556億 很明顯 即是力量弱了 為何會這樣呢? 大家不肯買貨呢? 原因 其實第一個 就是假期 今天是星期五 但這也是一個 不是很大的原因 如果一個小的 買完過週末有甚麼重要呢? 最主要就是 迫近了一些技術上高的阻力位 圖中你見到綠色那條線 大概22,400區那條線 就是前低位 那個位 另外藍色那條線 紅色戰爪所指的那條線 就是250天線 大概22,500 不夠 22,49多 去到剛剛那樣 今天最高位 見過22,412 之後 回調下來 美市再衝回 下午的時候衝回高一點 但最後還是收回 一百多點 都是陰燭 情況反映出 大家都知道 去到這個位置 都不敢太薄 準備 甚至乎有人在獲利回吐 跡象都很明顯 其實新興市場 今週表現得很理想 全部都是反彈的 新興市場 從全周來看 是去年10月以來 是升幅最大的一周 其實基本原因 都是跌得太多 全部超賣了 超賣便有些反彈 很正常 當然 港股或者內地股市 都加一個原因 因為我們內地股市 紅霸全球 即是很便宜很抵 港股也韜光 即是很便宜很抵 亦都吸引到資金 所以有一個比較大的反彈 但彈到上來 之後 開始大家要考慮的問題 就是 第一 美國會不會繼續收稅 第二 美國和中國的經濟情況 究竟是怎樣的呢 第一 第一個問題 就是美國很大可能 繼續收稅 其實就是 聯儲局可能 都是按著那個步伐 一直收 他只需要告訴大家 收稅不用怕 美國經濟可以 可以收稅 他繼續收 新興市場的資金 仍然都有機會流走 第二個問題 就是美國和中國的經濟 實際是否這麼好呢 美國方面 真是令人擔心 他連續兩個月的職位增長 順於預期 星期四晚公佈的零售銷售數據 又是順於預期 下跌0.4% 當然 大家現在把所有這些壞消息 歸咎於一個字 天 兩個字 天氣 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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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反映到上下,大家要小心為妙 今天的分析是這麼多,謝謝大家